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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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我太太 你有手在 好 還有媽媽 媽媽一起 媽媽一起菜 來老師 老師 這是很傳統 就是一個很好的文化在 就是讓大家知道 這是台灣的歌仔戲 我從今年一月都開始設計開始製作 大概花了三個半月 因為自己還是學生 然後就是要抓住空檔 上課 平常上課 然後利用下課時間 可能睡覺時間也在做 那三個半月裡面其實一個 唯一就是 這個翻堂不能太早做 因為太早做怕翻堂會融化掉 影響它的顏色 太晚做的話 因為我們台灣的天氣比較潮濕 所以會比較難保存 那就是說 你要抓住它的時間點 那差不多 因為我五月多比賽 然後大概在四月多那段時間 那個月是最關鍵期 就是那段時間就是 必須要每天的24小時跟它奮鬥 就是半夜也沒辦法多睡 什麼一天只睡兩個三個小時這樣子 國際賽 因為其實歌仔戲大家都很陌生 那因為這次 因為這個為什麼會選歌仔戲 就是目前台灣沒有人做過這個東西 對 那我想要把台灣的一些文化 傳統文化帶到國際 讓大家知道說這是台灣的歌仔戲 這個作品 不便宜 它其實你看 這場比賽大概花了五六萬塊 對 因為它是全部可以使用的 不是年度 翻堂其實成本就很高 對對 我從高中就讀羅東高商 那因為高中只是希望 不要有社團活動 只是希望不要浪費社團時間 我選擇了烘焙社團做 烘焙社團做 然後從那時候 就是 其實認識我製造老師 羅商的雀老師 雀進雀老師 那他帶動了就是 帶我去參加一些比賽 然後 然後就是從那時候 從高二開始接觸方向堂 然後一路從 全國商業記憶競賽 那時候 然後到高大學 其實大學 主要就是 都已經自自自自自主了 所以就是說 在 費用上面 會比較 對自己比較困難 因為大學都是自己 自己 生活費用是自己 來的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 要比一場比賽 其實是 要花非常大的 經費 對 因為剛剛我是藉由 我自己 大三去澳洲實習 所賺的 零用錢 然後 來投入這個比賽 所以就是 如果沒有去工作 這比賽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 讓我出去比賽 謝謝 好 幫忙我們就先開始 好 那去比賽 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他呢 勇敢地提夢 有夢最美 夢想成真 但這個夢想呢 可以說 要很努力 所以呢 他這次呢 為宜蘭爭光 為台灣爭光 這個銀牌是不簡單的 他用了這個 翻唐 這個技術 這個結合了這個地方的文化特色 寡心 尤其是這支腳 這個我告訴你 喜喜如勝 這真的不簡單 這個工夫呢 不是一天兩天的 要回去以來 要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用功 作品呢 真的 可以真不簡單 這個作品呢 是我們 是我們 是我們技術的發源地 他把這個地方 在地的特色 可以去出國比賽 比賽 能夠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這是宜蘭縣的光榮 所以呢 宜蘭縣政府鼓勵青年 這個創業 服務 在地的青年 所以呢 這一次呢 宜蘭縣政府特別頒這個獎 要一方面鼓勵 一方面肯定 也感謝 他呢 我們希望這個年輕人 成為宜蘭縣的 這些年輕的朋友的點半 所以呢 他努力不懈 一次再一次的 為這一次的這個比賽呢 能夠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這我們呢 宜蘭縣政府 對於呢 這個同學 蕭仁孟同學 堅定 支持鼓勵 非常感謝 那作品真的在這個地方的作品很多 真的不簡單 由於是這瓜魚 這個這個歌仔戲 這個 這隻腳 還有這個手勢 還有這個後台的故事 反正你又比 那是比他 這隻腳 這個歌仔戲 他要有的姿勢 那你是看這個歌仔戲 或者是 你怎麼會想像這個 我 我從小是 在宜蘭長大了 那家裡旁邊的廟 每年中秋節 或者是 土地公升 都會有做歌仔戲 那我從小 其實每年都 每年都會 就 奶奶都會到 去看歌仔戲 那看到自己 對歌仔戲 非常的喜歡 非常的興趣 那 主要就是因為 我讀 做餐飲的 然後 做餐飲的 那就是 剛好 結合出國比賽 那 那 希望可以 把一個 冬天的特色 帶到國際 讓世界 看見台灣 其實有這麼美麗的 一個傳統文化 對 因為 很多人其實還不知道 就像 你讓我們這一代年輕人 知道說 歌仔戲的文化 跟一些故事在 因為其實 我們這一代的 其實 對於傳統的文化 其實還是很多人 食不良解 對對對 那 這個材料都是 翻糖 對 都是可以吃的 翻糖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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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然後這個 你看這個 甜條 融醋 融醋 還有這個 抑制 對 這次在做我的小說故事 都會 那個 替白糖 去搬 搬 搬著那個 那個什麼 它在那邊 樓漆啊 在那邊 那裡 可能都會在那邊玩 之類的 然後一直 我們就用著翻七八糟 去做我自己的故事 對 這個也有故事的 有歷史 有文化 然後裡面也都 裡面的這個 這個 疲憊定的 這樣 好 好 真的 好 好 好